嗨 我想说 今天想说 我跟我老公马上就要认识快十年了 然后我们结婚已经七年多了 我就不明白 就是有一些习惯 真的一辈子你也改变不了他 就是 我不知道我还要用多少年 我来改变他一些小的生活习惯 我觉得开始的时候就是 我知道我老公小时候的生活条件不好 他节约一点 我可以理解他不浪费 然后他很省 他花钱认证精打细算 这些我都可以理解 但是他怎么 就是还是这么样子的 就是太节约了一点 我今天 最近在收拾那个 我们家的储藏间 因为阿妍整理我们家储藏间 整理了大概 六七八次吧 然后在里面待了两个月 然后整理了储藏间 然后我发现怎么 还是这么乱呢 我这个储藏间怎么这么乱 一点都不整齐 然后现在不是生完孩子了吗 然后有体力了 有时间了 我就想着我把那个储藏间再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它这么乱 然后我老公那么认真地 整理了好几个月 每天在里面待着 也不出来 我妈妈说这个人会不会磨症啊 他怎么 他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精神上有问题的 一直在里面打扫 整理 今天我发现了 他原来放了这么多的空盒子 垃圾 就是不用的废物 留在了那里 全都是空的 就这种手机壳都不用的 这些好看的 也不怎么好看的盒子 都不扔的 就是让他扔点什么东西 实在是太费劲了 你看看 他的弄的储藏间 里三层外三层 全都是空盒子的垃圾 我都崩溃了 我们家一平米 也有一万多块钱 一万五左右 加上装修什么的 都让他来装垃圾了 我说老公 咱家一平米 这挺贵的 不要放这些空盒子了 好吧 好不容易商量 他扔了两大盒子 昨天 今天发现 竟然还有 他现在正在不高兴当中 因为被我扔了很多盒子 然后还有一个很 很搞笑的东西 我老公 他的行为 行为 行为 我实在不能理解 这是他做的一个 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吗 他用这个东西来 弹灰 用它来弹灰 然后 这个房间不是书房是他的吗 就是每天他就拿了这几个破布 也不洗 你看有多脏 我擦的干干净净了之后 他还有时间 他能拿这个破布在那弹灰 我就跟他说了好几次了 我说这个灰 你弹完了 它还会落在桌子上 它还是那么脏 而且这个布他也不洗 也就是把灰拿走 弄走了而已 但是他还是用这种方法 天天在家里怎么等灰 我也是服了 也不知道怎么能劝说他 这是年纪大了呀 我的天哪 天哪 我突然发现这还有一个 他又做了一个 他哪来的这些棍子 他又做了一个 原来是有两个 我以为他这块布 又用脏了 他换了一块布 没想到他做了两个 我的天哪 不说了 我要继续整理了 我要继续整理 这些很启发糟的东西了 整理完了给你们看啊 扔了很多盒子之后呢 空了很多地方 下面也被他打开成大一点的了 可以放孩子的车子呀 行李箱之类的东西 然后上面还能放一些 我们的小一小的衣服 放不下的衣服 上面看这块 空了很大的地方 然后拿东西呢 也更合理了一些 看下面这些东西也都分类了 所有的东西都分类了 这一排是小零碎的东西 因为我们家的零碎的东西 实在太多了 如果用不透明的盒子 会更整齐一些 但这样更方便查找 看书房也都空下来了 我把这个给妈妈看 我妈妈说阿燕进步了 直到断舍离了 吃晚餐了 本来不想吃的 现在都已经九点多了 都已经快九点了 但是呢我老公做这个特别好吃的东西 这么晚了还是吃了一点 这是什么 这是秋葵 烤秋葵还有大蒜 还有一点绿辣椒 才能看得到这是辣椒 烤的秋葵大蒜还有辣椒 放一点盐放一点油 哇塞太好吃了 这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 一道印度农村菜 印度农村菜是吗 只有盐和油这个料 你觉得 我吃下去的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我们两个就吃了一些 太好吃了 这个是阿燕做的咸菜 这个是 里面是柠檬 是由柠檬做的印度的咸菜 好好吃 我们就带来休息了 我们就带来休息了